在动物界中大多数动物都有着领地意识 而且不少动物还有着严格的等级规定 有时候就算是同类动物 也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发生打斗 而不同物种的动物就更加会打起来了 除非是从小一起长大的 不然在野外也很少有不同物种的动物可以一起生活 几天一只公鸡误传孔雀群 而就在孔雀看到公鸡的一瞬间就不乐意了 瞬间对公鸡发起了进攻 但是公鸡也不是什么好欺负的角色 看到有人赶上前挑衅也是分分钟就打了回去 在好几只孔雀都落败了之后 场面瞬间反转 孔雀群吓得都不敢有动静了 甚至还将公鸡当成了领袖人物 下一秒就见公鸡站在孔雀群的前面 似乎真的把自己当成了领头人了 不得不说这一画面真是太搞笑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留言互动 小小会每天翻看留言区回复哦 想看更多优质视频 请点击左下方关注